Hi everyone, it's Jean 最近的几场直播评论有好多人说我的头发看起来很健康 问我平时是怎么养护头发的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洗护发日常 我平均每两到三天洗一次头发 这是第三天真实的样子 通常在洗头前我会用手梳梳头发 如果头发更长的话会用梳子 我会用温水洗头 烫的水对头皮和皮肤都不好 头发完全打湿后 我会把洗发灶放在手上打出泡沫 涂在头的前部发际线周围 接着到后脑勺 用手指的指腹轻轻按摩头皮 让它作用到头皮上 以前我习惯每天洗头 不过自从过去几年改用了洗发灶 头皮就逐渐不那么容易油了 洗头频率自然也就降低了 我觉得使用天然的洗发水或洗发灶非常重要 许多洗发水含有大量的刺激性化学物质 比如sulfates和parabins 它们会使你的头皮更干更敏感更油 使你更依赖它们 此外这些化学物质会被你的身体吸收 对健康更是有害 我会静止一分钟再冲洗干净 一定要多花点时间冲洗头皮 以去除多余的残留物 还有我每周会做一次苹果醋的护理 把两汤勺的苹果醋和大概半杯水混合 倒在我的头皮上 让它浸泡两到三分钟 苹果醋是天然的去角之剂 它可以去除产品和硬水积具 吸收多余的油脂 疏通堵塞的毛孔 它可以改善头皮PH值平衡 改善微循环 减少头皮线 刺激头发生长 另外它还可以让我们的头发看起来更有光泽 这个方法我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觉得非常有用 等苹果醋水浸泡的时间 我会把护发灶涂抹在发中到发尾处 总共两到三分钟后 再把头发和头皮冲洗干净 洗完澡后会用毛巾挤压式擦头发 直到不滴水就可以 大家注意不要用毛巾来回摩擦头发 这会伤害毛鳞片 头发看起来会很毛脏 也不要把头发包在毛巾或干发帽里 因为这会给发际线带来压力 让我们的发际线越来越高 用吹风机吹干头发时 我会用低温确保不会太烫 我会把头发倒过来吹 这样头发看起来会更蓬松 偶尔有的最后一个护发步骤 就是涂一点精油 我会直接用我的面部精油 用Argan Oil也可以 一到两地就好 手掌夹肉后抹在发尾 希望大家都能养成健康发光的头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